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百五十二集 最强之敌 夏 方兴鹿往后飞还没着地呢 屋顶的瓦片就全部翻滚了起来追着他而来 他下意识地用刀一挡脸 却见那巨大的身影突然窜了过来 出现在他身后举起往下砸的兵刃 此时也看清楚了 是一把硕大的开山月 方兴鹿觉得自己估计活不了了 却感觉腿被人拽了一把停止了往前飞 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却没发现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脚 等明白过来可能是白玉堂的隔空掌的时候 他已经被白玉堂用内力抓住 扔到了身后的屋顶上 那巨大的开山月砸塌了大半个屋顶 却没砸中方兴鹿 握着开山月的人终于是站住了 双脚踩着屋顶上的破碎瓦片 抬头看就跟他隔着屋顶上的破洞 对面站着的白玉堂 白玉堂此时也看清楚了对面的人 袭击方兴鹿的是一个大胖子 那身形起码有无杀大师两个那么大 巨大的身材导致巨大的力道 那把开山月比赵浦的兴亭猴大了至少三倍 放下可以当千斤炸用 大概是五爷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兵人 不止如此 那庞然大物穿着一身扎眼的土黄色满蚊袍 脸上戴着一张巨大的金色面具 那张面具正是之前白玉堂他们看到的 那张白色面具的放大版 白玉堂还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张面具更诡异一些 那大个子突然笑了起来 伸出棒锤那么粗的手指头 指了指白玉堂 他说话粗声粗气 语调也带着一种奇怪的方言枪 应该不是中原人 白玉堂看着他那把开山月若有所思 那大个子抬手将开山月扛在了肩膀上 指了指后边的方兴鹿 为了勒纵人送了信命 记得吗 白玉堂没说话 将云中刀交到右手 身后不远处的屋顶上 方兴鹿威碑愣了愣 白玉堂是左手刀 交到右手干嘛 远处的喵喵楼上 天尊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边身形差异巨大的两人在屋顶上对峙 天尊身边 遥遥一见有个巨大的怪物 袭击他的主人就要扑过去 天尊拽着遥遥的尾巴不让他冲过去 遥遥挣扎半天 无语地回头看轻轻松松拽着他尾巴的天尊 好可怕的力气 天尊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慢悠悠开口 不是谁大就谁厉害大 再大的玉堂都打过 那大个子 见白玉堂将刀交到右手 起见还有些不解 随后就见白玉堂左手一握刀把的尾端 抬眼望过来 整个眼神都不同了起来 大个子微微一愣 眼前的年轻人双手握刀 那里高深带着一股寒意 连被屋顶的微风吹起的发丝 都有一股肃杀的感觉 大个子突然大笑 举起开山岳 那就算被也送你上路 话题一落 那巨大的开山岳被砸向了屋顶 瞬间整个屋顶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缝 延伸向前的同时往下坍塌 屋子下边围观的开封百姓 早就被这架车吓坏了 纷纷躲避 白玉堂握刀 站在房顶没动 那条裂缝就延伸到他白靴前 突然停止了 大个子一抬头 白玉堂却是不见了 方兴路微微一愣 如影随形 大个子突然猛地回身 抬起月 就见白玉堂已经出现 双手抡起云中刀 罩着他握着月把手的食指 砍了下去 那大个子猛地往下一沉 开山岳的后端对上云中刀 哗一声巨响 白玉堂一刀将那把开山岳 从刀锋正对他的方向 拍成了砧板一样平对他 随后回身一脚踩在月上 午夜月上半空 反转云中刀 刀背当棍子 那么对着大个子的开山岳侧面 狠砸了下去 众人就听到轰一声巨响 那大个子连人带岳 被五爷砸下了屋顶 直冲地面之后 又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随后是楼房坍塌的巨响 跟挨了一炮差不多 整座小楼坍塌 下边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 白玉堂从坑里走出来 一甩云中刀 收刀入鞘 往前走了两步 站定回身 就见大坑里 那个大个子甩着头爬起来 他庞大的身躯上 都是碎砖瓦和土灰 显然十分暴躁 大吼了一声 爬上来举起开山岳 猛的一砸地面 哇呀呀的咆哮了起来 白玉堂收刀入鞘之后 单手抓刀背到身后 另一手 对那胖子招了招 过来 那大个子显然刚才那一下 被白玉堂打得恼羞成怒 那声怒吼惊的四周百姓纷纷后退 那气势和体魄 根本就是一只怪兽 大个子举起开山岳 迈开步子 对着白玉堂就冲着过去 而且每一步都在地上踩出一个坑 那力道大的 整条街的地面都在颤动 白玉堂一背手 握住刀把一推崩凰 就在那大个子冲到 差不多三步远的距离时 猛的一出刀 围观众人就看到云中道泛着耀眼的白光 寒光已经出现在那大个子金色的面具上 龙桥广拖着公孙的椅子到了对面的屋顶上 将椅子放好 公孙还坐得安安稳稳的 手上的茶都没撒 龙桥广就四外望 远处白玉堂和一个大胖子打了起来 那边四河帮门口灵夜火也跟一个黑衣人打了起来 而远处的巷子里 那漫天乱窜的红色身影 分明是展昭在跟人过招 这怎么了 都打起来了 正这时 就见刚将摘天堡拖出来的叶之秋 突然一脚将人踹了出去 而在摘天堡刚才所在的地方 地上出现了几枚带毒的绣剑 叶之秋将骨刀背在身后 望向太白居废墟里的一堵墙 出来 随着叶之秋话音落下 墙后真的缓缓走了个人出来 看身形竟然和叶之秋差不多高 那人一身淡紫色的文生公子袍 若只看穿着像是谁家的小书童 可再看脸 就见他戴了一张紫色的面具 正是那替死鬼的面具同款 不过颜色不同而已 那小鸽子溜达了出来 看了看叶之秋 你几岁 众人听到声音都一愣 因为竟然是同音 莫非是个小孩子 叶之秋也觉得不可思议 对面那人虽然身形小 但绝对功力高强 不应该是小孩子该有的功夫 这时就听屋顶上公孙开口 跟你差不多的 那小鸽子抬头看了看公孙 说话带着笑音 你怎么知道我几岁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公孙伸手指了指头顶 小鸽子直拍手 好神奇 说完 小鸽子伸手指了指叶之秋身后的摘天宝 跟叶之秋大商量 我只是奉命来取他的性命 还要低调一点 你要不然让一下 叶之秋论斗逼 自然不会输给别人 更何况眼前人的身高 甚合他心意 于是就点点头 不然你告诉我 奉谁的命 我请你去开封府喝茶 喝茶 开封府的茶很好喝吗 好喝 开封府天牢的茶更好喝 还能管饭 那小鸽子笑得直蹦 笑声一落 突然一闪身 不见了 叶之秋还站在原地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你还蛮有趣的嘛 说完 叶之秋一偏头 鼓刀刀把夹住了一把带翘的剑 叶之秋回头看了那小鸽子一眼 小鸽子一笑 手腕一翻 横向一箭扫过 叶之秋一矮身就转了两个圈 那矮个子也不示弱 两人都是小个子 于是满地打转了起来 等转到众人眼花缭乱之后 两人已经分开了大概两步的距离 面对面对峙 一个拿刀 一个拿剑 围观众人刚喘口气 两人又嗖一声转上了 两人边打还边互相调侃 速度又快 看得众人都有些晕 而此时 码头附近 赵普也听到城里的动静了 那边楼连着他想不知道都难 吃个饭而已 用不用搞得这么激情此事啊 起先赵普还在感慨 然而影卫们不停地来跟他回禀 说是展昭 白玉堂 叶之秋和灵夜火 都跟不认识的面具人打起来了 那些面具人不知道什么来头 武功很高 赵普听着都新鲜 展昭 白玉堂 叶之秋和灵夜火 可谓是当今武林这个年龄层 封顶的四个高手 哪来的这么多高手跟他们干上了 还都戴着面具 正疑惑 赵普就见不远处正玩耍的小四子 突然站了起来 爬上楼梯上了船顶 小梁不解地跟上去 小四子一直走到船边 抬眼望着远方的江面 江面虽然不似海那样一望无际 但水倒是绕山的 再远的地方有山河雾气的阻挡 白茫茫一片 小四子睁大了眼睛往远处望 小梁子就怕他不小心跌下船去 赶忙从后边抱住 江儿 你干嘛呢 小四子伸手指向远方 那边 那边怎么了 赵普走了过来 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水到尽头有山巒阻隔 根本看不到什么 有危险的东西 小四子小手指着白茫茫的一片水雾边际 赵普皱眉 想让人去看看 但是小四子拽住赵普的衣袖摇头 不要过去 赵普微微一愣 小四子仰起脸 一脸认真地看着赵普 那边好危险 不可以过去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该谁了 是不是该我了 到我了 怎么是你 你先就你先 老鬼你后面 知道知道 你在我后面 大家好 我是天尊 一百多岁的人了 那个 在这儿祝大伙啊 祝我们所有喜欢龙徒大家庭的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疫情绕着走 财运滚滚来 多吃少长肉 健康 常拥有 谢谢大家 还没干嘛 老鬼 来来来来 过来 别救我轻点 过来 到我了啊 常听我们剧的人 对我应该不陌生了 我就是招招的外公啊 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好运常在 万事顺心 年年有余 天天有剧 有我们的广播剧啊 另外呢 这个交朋友啊 一定要慎重 哈哈哈哈 我的祝福完了 哈哈 优优独播剧